那我们接下来就先来观看一下第一件事情 我们要先从建立好自己的一个网站开始 跟各位分享 所以第一件事情呢 我们打开Google Chrome 打开Google Chrome之后呢 第一件事情我们是不是要到Google 然后请网址这边输入 www.就是三个W 然后一个点glo1.com.tw 看你要不要打tw 反正就是先到Google的首页 先到Google的首页 请你们要跟着我开始一起做 我们现在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 首先我们大概了解了GA GA就是他帮我做网站分析有这些图就对了 那所以第一件事情 我们是不是要去建立 先登入到 先登入到Google 然后我们要先去做一个网站 所以到Google 到Google 然后建立一个网站 那第一件事情是不是要先登入 你不登入Google 你根本就不能建立这个网站 所以请点登入 然后 那我想登入这个网站 我就 先门自己动手做一下 好 我用一个完全都没有使用过的 完全都没有使用过的一个新的身份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因为我第一次在这一台登入 所以他就要求我一定要输入我的那个身份 然后接下来呢 我现在叫赵子龙 有看到赵子龙 好 然后我的电子邮件 这应该都要自己知道 自己的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因为要做自己的一个网站 所以就点选 点选这边 有一个选项 Google的APP Google应用程式 Google应用程式里面 有一个云端硬碟 所以请点云端硬碟 因为第一次登入进去 这里面一定都是空的 这里面一定都是空的 好 我建议各位 我建议各位 稍微注意一下 你可以看一下你自己的储存空间 我们如果使用学校的Google的Suite 你没有容量限制 好 可是如果你是使用个人版 你有15G的限制 15G 那我们来观看一下 这个 像我现在什么都没有做 也没有图片在里面 所以我有15G 相对的我也没有网页 也没有网站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要先建立一个自己专属的网站 好 我喜欢是这样子 我先新增一个资料夹 例如说 这叫做 假设我们今天 2019 0911 那个 应该叫做 GA GT 教学 好 然后点选建立 所以点选新增 我先新增了一个资料夹 新增了一个资料夹 到这个资料夹里面 怎么进去呢 快速点两下就进去了 然后我在这里面 我就要新增自己的一个 你就把它想成是一个网站的档案 也就是档案的部分 那这个档案呢 我就必须要透过这个新增 新增更多里面 有一个叫做Google协作平台 这个就是做网站的工具 各位应该知道 这是像Word的Google文件 就是像Word 这个像Excel 这个像PowerPoint 那这里面 这个Google协作平台 它就是做网站的 所以请点选 Google协作平台 我现在要新增加这个网页 那这个网页 这个网页 它因为是一个网站的第一页 首页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应该为自己取一个名称 自己取一个名称 例如说 我就取名叫做 赵子龙 电脑教室 就是请你为你自己的网站 或者是你自己这个店家 取一个名字 好 那这个字啊 这个字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到时候自己再去做一些修改 我们就不要去花很多时间在这上面 那一个网站 你可能会有好多个网页 那我们简单先 这个首页 这个首页 假设我们 这里面是不是可以插入很多很多的元件 或者是这个网页 可以再去做直网页 或者是主题 我先把主题先设定 就是这个网页的 类似像那个 背景啊 它都已经帮你设计好了 例如说我选择外交官 选择亚里斯多德 好 选择Vision 你就随便挑一个好不好 这是稍微有点画面 有点画面 好 或者是你点选印象 好 那我觉得平面这个还蛮不错的 Vision好了 接下来呢 接下来 麻烦请注意一下 这边是不是我的一个首页 然后接下来请再点回来这个插入 点回来插入 我想要再稍微插入个 因为这里面有很多东西 我象征性的做几个 插入个分隔线 插入个分隔线 或者是插入个 这里的版型 这里的版型 就是分隔线下面是不是可以插入 看你这边要放什么超连结 这边可以输入文字 好 例如说这是一个学习电脑的原地 你就随便答几个字 这是一个学习电脑的原地 好了 假设第一页我就做完了 请你们回去自己再琢磨 例如说插入图片 或者是插入那个 你也可以参考我做的那个网站 那我们接下来 接下来请注意哦 这个网站 现在这个协作平台 你就把它想成是网站 有没有名字 还没有 所以复制它 复制 选到这几个字复制 然后贴到这里 输入网站名称 就是你把这个名称放在这里 到时候别人搜寻 请问他要搜寻我的网站 是不是就输入赵子龙电脑教室 对不对 对 你们不回答我 我只好自问自答 这样可以了解 好 我在相对的 我做完第二阶 第二阶 那怎么做第二阶 就这个网 这个网站不能只有一阶 当然有很多人就只有做一页 他只要宣传 他的例如说店 店在什么地址 然后菜单是什么 然后最近的最新的消息 OK一页就搞定了 那我想我再多做几页 例如说页面 页面你可以发现 这边是不是有首页 首页就是第一页 可是首页底下可能会有什么 子页面 所以我增加一个新增 子页面 例如说我可以新增最新消息 我不要全部都放一页里面 我放在 例如说也许是他的第二页 那首页这边 我再新增 新增 子页面 例如说新增 叫做 电脑课程好了 电脑课程 完成 那大概知道说 课程底下可以又再做 子网页 例如说这个 这边是不是有点点点 你就可以对着他新增 子网页 例如说办公室应用的页面 然后有跟 例如说数据 大数据分析有关的页面 好类似这样子 那我们再做一页 好吧 在首页底下 再做一页 新增子页面 叫做联络我们 完成 好 你看一下 当我现在点到首页的时候 这是不是首页 首页他右上角这边 他就会做出 就是方便我们来去做切换 例如说 我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电脑课程 对不对 他就没有办法切换到别页 可是他可以切换到首页 可以吗 好 这都是他自动帮我们做出来的 好 我们假设一个网站做完了 可以吗 你没有网站 你怎么能够去做网站分析 所以 所以接下来呢 接下来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 很重要 就是说 你要做网站分析 你必须要埋一个 埋一个GA码 这个GA码 是因为你已经先有一个网站 你才能够埋进去 那我只是告诉你说 要埋在什么地方 那请问一下 现在这样子一个档案 现在这样一个叫一个档案 没有问题吧 现在他叫一个档案 他叫做Google的协同作业档案 没问题 这是一个档案 这是一个档案 然后可是他不是一个网站 你怎么样让他变成网站 你是不是要赋予给他一个网址 所以通常这个时候 只要当你点选发布 发布就是把这个网页 变成网站 本来它是一个档案 然后变成网站 然后发布请注意看一下 大家的网址前面都一样 包含我的 不管我是在十年前 二十年前做的 我的前面网址都一样 叫做HTTPS冒号斜线斜线 Site就是网站 有没有看到 Sites Sites.google.com 后面是不是有一个view 然后现在你要在这个地方 加那个view后面 你要放的 例如说我的网址叫 K-E-N-S-U-N K-E-N是我的英文名字 S-U-N是我的姓 可以吗 因为我不太喜欢 让一些 就是反正我也没有做什么坏事 所以我就都是放真实的姓名 所以我就K-E-N-S-U-N 可是因为我每交一次学 我就会创了一个 例如说零一定有人用过 这就是我的主网页 后来我又交了第二次 假设三年前我又在这个课程 我又再交了一次 所以我就1 然后例如说 三个月前我又再交第二次 第三次第四次 好 再试一下 好像到6吧 6也有人用 那就是都被我用了 这样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吗 他说这个网址 这个网址可以用了 可以吗 所以我是取我自己的英文名字跟姓 然后再加一个数字编号 这样子我记得住 记不住我的网站 我的网址 我记得住 你们也记得住吧 你前面大家都一样 可以吗 自己取一个 取一个 等一下网站分析 要记得你手动打 你要分析哪一个网站 你自己的网站都不知道 你要怎么分析 对不对 好 没问题 继续 继续 我们只要评选 这边还有几个 这个千万不要打勾 搜寻设定 千万不要打勾 他说搜寻设定 要求公开搜寻引擎 不显示我的网站 这样别人就搜寻不到了 那你还做什么网站分析 对不对 所以这一个选项 不要打勾 可以吗 好 那因为我们现在使用的是GA 所以这边这个不要打勾 那请注意 他也允许你制定网址 因为你可以去DNS去买一个网域 这个就不在我们今天课程讨论范围之内 因为这是付费 其实只要你有钱 什么事情都可以帮你解决 可以了解 但是今天我们要告诉你就是说 其实这里面 这里面如果我们也可以使用这些不用花钱的方式 然后这边是不是有这一个网址了 https 冒号 斜线斜线 sites 点google.com 斜线 view 这前面大家都一样 不一样的只有后面 所以这个名字记得住哦 记不住现在赶快拿照相机把它拍下来 可以吗 拿自己的相机 自己的相机 把主要就是这个网址了 这个网址拍下来 等一下会用到 好 然后接下来就点发布 好了 网站做好了 也发布成功了 你现在你要做一件事情 例如说加 这边加增加一个新的网页 输入自己的网址看看 有没有内容 对吧 因为你已经做好了嘛 爱加英特 等等 我们刚刚做的网站 是不是这边就查清得到 对不对 对 可是 别人总会知道你后面的网址 在KDS有的网址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放在什么地方 搜寻引擎 放在Google的搜寻引擎里面 那搜寻引擎其实有很多 例如说雅虎有雅虎的搜寻引擎 PCOM有PCOM搜寻引擎 所以 班主盆 有班主盆 搜寻引擎 Google有Google搜寻引擎 请问你要放在哪一个 Google 这不用再选了 连雅虎都不知道 准备要跑到哪一个去了 对不对 陈景和石家 也是台湾最大 后来就慢慢慢慢 因为政策 因为结社的关系 所以他就会甩到很后面 不过不管怎么样 现在你一定要学会一件事 把你这个网址 我的 我的这个网址 这个网站要造型用电脑造型 然后这个网址 放到Google搜寻引擎里面 不然别人找不到的 别人不可能被你的网址 除非没有一些特殊的 像我 我刚刚那个教学网 叫我虽然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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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 然后别人只要点上面那个网站 他其实可以超廉址 可是 那要前提是 别人愿意先去看我的那个讲益范例下载 你放心 每一个上课的人 他都会希望下载这些讲益范例 所以就顺便会去光顾我的网站 大家了解 好 那怎么样让这个网址 这个网址 这个网址放在Google搜寻引擎里面 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学的第二件事 那关于 这边还有一部分还没有交完 就是 这个画面可以关掉 那 刚刚做好的网站可不可以关掉 可以就直接关掉 因为你关掉之后呢 这个档案 有看到吗 刚刚这个资料夹下面的这一个档案 他是已经存好档案 已经放在这里了 所以这网址 所以这网站 网站 网站他的好处是什么 他会记录你曾经做过的修改 还有 还有假设你今天 假设你今天 把别人的 把别人的档案 覆盖 就是存档 然后放进来 他会记录版本 让大家可以做 协同作业 可以做共用 那我想这都是一个网站 网站 就是Google suite 他非常非常重要的重点 这个共用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观看一下 再一次的稍微提醒你一件事 快速点两下 这个网页可以进行编辑 编辑这个 应该不能叫网页了 叫网站了 然后请关掉 我们这个网页 这个网站呢 我们还没有埋 还没有埋GA嘛 这件事应该知道 这件事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网站还没有埋GA嘛 所以还不能做网站分析